类姓怪手磁机一应操作不当,怪手倒在路旁。 记者郭宣文翻社分享。 类姓怪手磁机昨天进行工程时,原本要从货车上降怪手开下车,但一应操作不当,怪手从货车上侧翻摔下,所幸类姓怪手磁机仅受轻伤无大碍。 警方表示,由于案发地点位于偏远山区,因没有大型吊车和机具能够立即出动,将怪手恢复原状。 昨天火爆后,已在场书岛交通,预计今天内会用大型吊车将怪手调离现场。 新竹县武峰乡有部落族人贴出照片,画面中一辆怪手倒在路边,测翻了90度被笑称怪手就像是最倒在路边。 警方指出,怪手侧翻意外发生在昨天,赖姓怪手磁机准备进行工程,原本要从货车上下车,却疑似操作不当。 直接从货车上侧翻摔下,怪手就倒在路边,所幸怪手磁机仅有皮热伤并无大碍。 类姓怪手磁机50多岁,告诉警方,他准备从货车上下来时,不小心偏离路径,直接从货车摔了下来,他也吓了一大跳。 警方获报后立即前往处理,已在厂书岛交通,预计今天前会将大型吊车将怪手调离现场。 至于昨天没有办法将怪手移走,原因是案发地点属于偏远山区,没有大型吊车和机具能够立即将怪手恢复原状。 今天吊车机聚业者会前来协助处理。 类姓怪手磁机宜应操作不当,怪手从货车上山下,车上物品要落一地,记者郭宣文翻摄,分享。 类姓怪手磁机宜应操作不当,怪手从货车上山下,车上物品要落一地,记者郭宣文翻摄,分享。